在世界杯历史上 你知道哪只球队在常规比赛中 获得点球最多吗 答案是西班牙队 斗牛社军团在世界杯历史上 一共获得过18个点球 他们打进了其中的15个 而罚丢点球最多的球队出人意料 丧巴军团巴西队浪费了4个点球 在球员中 葡萄牙传奇游西比奥和荷兰名将 伦森布林克分别打入过4个点球 而且都是在单阶比赛中完成的 加拿射手吉安则是另一个极端 他两次在世界杯上罚丢点球 最聪明的就是2010年世界杯1分4决赛 虽然斯嘉市最后时刻走出经典门线扑球 吉安却错失压哨绝杀 而加拿队随后倒在了点球大战